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Omsense的树叶生活 今天这里呢,是康乐花园达曼康洛 然后呢,在这一边呢,它就是阿兰达麦 就在这两个阿兰达麦跟康乐的交界处呢 这边呢,有着一所学校 然后在这个学校的对面呢,是有着一间素食馆 几年前呢,我曾经在那里吃过的那时在康乐的大街 它的名字那时候叫做金氏料理方 现在呢,就搬来了这里 所以我们就来这里找找看它搬迁的一个新地方,新地址 这一排呢,都是属于新店 那时他就有告知呢 我们呢,就是他在那个Skola 门能阿克班山 奥杰迪斯的对面 学校就刚好在右手边,我们就看到了就是那间学校 然后我们再往前走去找一找他们 他们是一间由家族经营的一个素食的一个中式的一个餐厅 他们主打的是便宜而很好吃,好吃的一个素食 应该已经是第二代了,从他们的父母亲的打拼开始 然后就交由现在的第二代借手经营 从我吃的他们那一间以前的店呢,都应该有七八年之久了 对面这里呢,就是那一所中学 再多走几步就应该看到这个青色的了 青色招牌的,这个墨绿色的青色招牌 现在的名字叫做Cafe 这个应该是JS吧 JS Cafe 金氏树 好,那我们进去吃一吃这里的一个老字号的一个素食 就顺便提一下这里是叫做Visma Damai 它是Spa slash 142路 这里是属于Alam Damai 整个店面呢,是有着一个冷气 然后装潢还蛮舒服的,舒适的 这里的那个寿司薄饼,就是Sushi Civic Bok Pian呢,是这里的必点之一 这个就是金氏料理方他们的一个餐牌 下面这里呢,也有着他们的那个地址 第一页这里呢,就是他们的饭类 这里是属于那种单做饭 就有豆腐饭啊 然后这一面呢,也是一个单做的一个饭类 蛮多选项的 而且不同的口味煮法的 这里就紫菜炒饭 然后玉碎豆腐饭 很多种哦,咸鱼炒饭 还有这边呢 这是他们的雷茶 客家雷茶 这边有的就是面类 这里下边的就是汤类 再往下一页呢,这边就是他们的主菜 所以有阿山鱼,香融鱼,金香鱼 还有黑椒酸甜鱼,泰式鱼,嘉丽鱼 咸菜鱼,生抽油,蒸鱼都有啊 这里就是那一个鸡丁的 也是煮了很多的那个口味 下面呢,就是他这个虾类 这边就有辣子,豆腐 还有什么奶油豆腐,金香豆腐 姜油,玉碎豆腐,黑豆骨 奶油鲍鱼菇,山菇,灰青 姜蓉杏鲍菇,黑胡椒杏鲍菇 边就有加利菜,罗汉栽,加香栽 有一些不同组的菜类,还有蛋类 特别之处呢,他们的饮料呢 是很多的咖啡类,Cappuccino都有 我们的第一样式叫了一个紫菜炒饭 然后这里的紫菜呢,它经过了油炸 然后它的炒饭,像是那种扬州炒饭的煮法 满口的那个过气香跟那个紫菜炸锅的香味 还有就是看到的,加了一些姜丝 所以吃起来呢,是非常蛮不错的 口感蛮不错的一个紫菜炒饭 这是我教回我以前的那个味道 那时依稀记得在他们在那个抗热的那个 那个酒店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呢 那我就是吃了这一道炒果条 找回那个记忆中的果气香 而且它的果条炒的是一点都不油腻的那一种 从镜头上我们可以看得出 那么多年过去,它的味道还没有变 还是一样 这是一个酸甜鱼饭 一些都是小孩子爱吃的一道 里面软软的 来看到它这个的肉质 皮呢是炸的有点酥脆 然后里面呢是属于一个比较重口味的一道 然后再加上它的起司主角呢 就是它的那个汁了 它汁里面吃的出有一点点那个黑 黑胡椒的味道 配上了一些新鲜的蔬菜 它这个汁呢是比较特殊的 因为酸酸辣辣甜甜的 然后这个是奶油菇饭的 应该那么说呢 是这间店里面所必点的 必点的一道 然后它主打的还是以它的酱汁为主 浓稠浓稠的这个汁呢 是它这里的那个主角 炸的非常酥脆 而且它这个呢是非常饱满的一个菇类 然后配上它这个汁呢 应该吃起来是不一样的一个口味的了 它的奶油带甜 里面没有辣味 很creamy的那种感觉 是非常适合小孩子口味的一道奶油菇饭 旁边的酱汁就带上一些辣味 来综合一下 在酒店的时候啊 那些学生可以来用两餐 那些顾客可以一天来这边用两餐 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 胆座啦 涨胆座的价钱啊 我们不会提到他们拍稿 是 每一个人都可以 试得起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们以前很开心 就是看到在大学嘛 看在那边啊 很多年轻人 有时候一个下午啊 满满都是他们学生年轻的 你看到这样子你会很开心 开心不是想行李很好很开心 开心是看到很多年轻人 其实很开心 年轻人就UCSI那边 你在UCSI那边开了多少年 没有 我们在大学 既然不是在UCSI 就是那边附近的嘛 那一个店 外面的店 就在那外面店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收手手手 你跑到最后 整排店啊 跑到最后 还没有到游站那边 店的最尾就是 align strength 对 在旁边就是一个影响的 影响 现在在旁边就是我们的 但是影响的就是 给那个 我们的店就是给影响拿的 就是给他做的啦 现在他打头了 打头了 所以你们就搬来这里了 我们搬的原因就是 因为他起初起来 本来要结束哦 很多东西都卖了 但是当我找回 因为很多人会一直打电话来 问我们为什么收药 就是找不到 想到找 找店找到这边 延续上一代 为什么你们会开四十店呢 如果十七年前 是属于很早 很早 那个时候 其实不是要开四十店的 我 我姐姐 我姐夫 我老公 我老公现在也其实有在这边做的 我们四个人是去学 我们是要做蛋糕跟咖啡的 要做蛋糕跟咖啡 是做咖啡的 所以旧的 那个名字是 精细restaurant 所以你看到咖啡 所以你看到美东那个 但四十七年前啊 我们做的时候是 那个时候是不流行的 对 咖啡是不流行的 我们是 都烘焙出来的 我们不会煮的 我们就是请一个auntie 刚开店 是请一个auntie来做 她也是做帮人家煮蔬菜 来帮我们做的 哦 因为那个时候煮下来店的时候 要开的时候 我们是觉得 就几乎 cower不到 cower不到 因为那时候不流行的咖啡 那时候不流行咖啡 不流行咖啡 不流行咖啡 所以我们就 配合再次跟蛋糕和咖啡 在一起 一起做 最后蛋糕面包都没有做了 只有在一起吃 变成做吃了 就是数十店的一员 变成数十店这样 但是我们还是 有很多人要求啦 吃一点点 你这样安排人手 人手不够 这样安排人手做蛋糕啊 咖啡还是有 就是还是有那个咖啡 有 只是那个门市也是错的 就在此 谢谢店主的分享 所以 如果来到这里呢 不妨来这里 去吃一吃这里呢 坚持了那么多年的一个 速食店 然后还有 新的可以看到他们的 收藏的一个 老水晶 所以就在此呢 谢谢大家 感恩大家 跟祝福大家